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茶里 不会有毒吧 少庄主 你答应不杀我的 你要说话算话 我自然不会食言 这就是一杯普通的茶 少庄主 你是如此的英俊潇洒 有着大叔那般成熟稳重的气质 又有着小年轻的富白貌美 自带美颜加成 无数个加成 气场两米八 就连你护卫那气场也得有个 两米出头 你不但外貌出众 你还聪明绝顶 你应该早就看出来 我不是什么刺客了吧 这茶我就不喝了啊 嗯 少庄主 药效已起 说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叫李初遇 是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吃土少女 少庄主 这女子这般辱骂自己 莫不是吃啥 你可会功夫 会 当然会 我会一种叫 狐媚子的功夫 我李初遇虽然算不上漂亮 但还是相当有气质的 看 我这修长的大长腿 我这完美的天鹅井 你是不是周魏的人 你来此 究竟有何目的 我再说一次 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根本不是什么刺客 我也不认识周魏 我睡得好好的 突然就掉到这儿来了 但我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 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第二个目的 有点邪恶 我还想追到一个男人 少庄主 可是不舒服 您为何脸色这般的红啊 没有 您从未这样过 您定是哪里不舒服 属下这便去叫郎中 说了没有 不用去 她应该不是周魏的人 但她的身份还是可疑的 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把她关在厢房里 哪儿都不能去 是 照顾好自己啊 少庄主 我 来人 请 走